刚刚有个同学问了一个很棒的问题 我们说贝子植物的胚乳来自于第二次受精 就是一个金盒加两个集合变成三恩的胚乳盒 所以胚乳是三恩的 但是罗子植物呢 它没有第二次受精 所以它的那个 持配子体的营养细胞 直接发育成胚乳 所以是一恩的 那我们说罗子植物比较原始一点 贝子植物比较先进 就代表胚乳盒为三恩 胚乳为三恩的 好像比较先进 先进 为什么呢 我说明一下为什么 为什么三恩比较先进 各位儿胚乳的功能是储存养分 养分包含什么 就是你细胞 构成细胞所需要的物质 包含了七大分子 糖类 蛋白质 核酸 维生素 脂质 水 矿物质 那七类 所以你每一类物质是不是都要储存 细胞质当中储存很多蛋白质 细胞核里面储存什么 DNA DNA就是核酸 所以为什么胚乳 它是三恩的比较好 第一个它的DNA量比较多 这第一个 第二个它DNA量多 所以转入出来的RNA更多 产生的酵素也比较多 所以当这个细胞在生长 在累积养分的时候 我的酵素比较多 所以三恩的细胞 第一它累积的DNA多 DNA也是养分 第二个我的酵素产量比较多 所以多的酵素代表我有很多功能 功能可以帮我形成大分子储存起来 如果你只有1N 你的那个DNA进入转入 进入转移产生的蛋白质量少一点 所以你是1N我是3N 我3N的细胞我功能多 功能多帮我搬运养分的功能多 我是不是储存养分更快 更有效率甚至更多 所以为什么胚乳要3N 因为它的基因多 转入出来的蛋白质多 再像基因多DNA多 我储存的核酸也多 核酸也是营养物 所以当我之后被分解掉 我可以提供胚生长的核甘酸分子也比较多 所以3N的胚乳 不论在储存营养上 或是转入转移出 酵素的效率上 都高于1N的胚乳 所以岩化上 当你出现3N的胚乳 比较厉害啊 就留下来了 所以被子植物的胚乳比较厉害 当然后面有一些发展 虽然它比较厉害 可是我们也学过了 双子叶植物 虽然它也是被子植物 胚乳不见了耶 被子叶吸收了 大家知道那个关系吗 就是我有一个很厉害的 我有一个很厉害的工厂 我在工厂中的工人比较多 做出一堆产品 然后直接被子叶接管去 这是双子叶植物的故事 所以双子叶植物 我们之后会介绍种植的结构 我顺便偷跑一下 双子叶植物 有很多是没有胚乳的 胚乳的养分 被子叶吸收过去了 这个现象我们在高一教过 叫做子叶肥大 所以你想想看双子叶的种子 两个好大子叶 谁呢 两片花生 花生两片 蚕豆两片 黄豆两大片 那都是两大片很大的子叶 子叶超级大 没有胚乳 这个现象叫子叶肥大 子叶接管了所有的养分 子叶也是储存养分的构造 但子叶的套数就有二恩 因为它是胚发育而来的 以上种子的问题 胚乳为什么有三恩跟一恩的差别 我们就补充说明